有句话说的好 笑到最后的才是赢家 可能很多人都觉得 退出德云社的曹云金 没有了郭德纲的支持 一定会很快销声匿迹 可是没想到 曹云金这么多年过去了 还是隔三差五能上个热搜 如果 十年前 论及年轻演员的相声实力 曹云金肯定首屈一指 有些网友现在还在 吹捧他的实力 认为月云鹏和他相比 不值一提 这就有点不符合事实了 艺术之道 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2010年之前的曹云金 为什么强 因为演出的机会多 只有在实战中 才是磨练相声最好的方式 最近10年 曹云金的演出机会越来越少 演出的规模越来越小 对比一下月云鹏 每年几千人规模的数十场之多 而且连续几次登陆到央视春晚的舞台 长此以往 曹云金和月云鹏的差距自然越来越大 最近一段时间 曹云金也有点柳暗花明的味道 在网上正式官宣了新女友的消息 收获了自己的爱情 好事成双的是 烈黑行动邀请曹云金担任这部戏的主角 影视圈是曹云金的伤心之地 本来他的目的是在影视圈打造出相声圈里同样的成就 在7月18号 曹云金又迎来了一件大喜事 他担任男主角的新电影 烈黑行动正式举行了开机仪式 曹云金以王者归来的姿态出现在了大家的面前 曹云金的这部电影很明显是对标德云社的 因为德云社上半年主推影视剧 秦潇贤和孟赫棠分别主演了电影和电视剧 相声演员拍电影 这块市场是很大的 曹云金显然不希望这块蛋糕被德云社独吞 这次曹云金拍这部电影 很明显就是想跟郭德纲对标竞争 不想这么大的一块市场被德云社自己独占 这次曹云金也不是单枪匹马作战 而是迎来了实力巨星的支持 香港功夫巨星因为在天龙八部中扮演虚竹成名的樊少皇 将跟曹云金合作拍摄这部电影 不仅樊少皇加盟 他的妻子贾小辰也出演了女主角 夫妻两个人一起为曹云金助阵 这部电视剧的导演是王凯 也算是80后导演中比较有实力的一位了 曹云金的这部裂黑行动 很明显是来势汹汹 要跟德云社竞争 跟自己的师傅郭德纲对拼 从名字上也能看得出 曹云金这一次是出演硬汉形象 他本人也晒出了自己健身的照片 来表现自己为了这部戏付出了很多 曹云金的这部戏可谓是准备充分 阵容豪华 曹云金能不能打个翻身仗 就看这部电影了 而对于曹云金来说 最大的困难莫过于他的名声了 跟自己的原配离婚 在街头把女子强行拉到车里 这些事情都给曹云金造成了不小的影响 他跟郭德纲之间的爱恨情仇 都十几年了也没一个结果 也一直让他争议不断 还有一点就是 曹云金之前的几部影视剧 口碑都并不是很好 观众会不会再给他机会 也是个未知数 所以曹云金虽然心心十足 但是这部电影所要面临的压力 显然是非常大的 但是曹云金这一次 也给德云社敲响了镜钟 不管什么时候 都不能觉得高枕无忧 对于曹云金来说 这是个绝佳的机会 也是巨大的挑战 毕竟如果这次再失败 可真就没有翻身的机会了